每个人可以从没有到有 可以从不可能到可能 我是麦冠 来自马来西亚的一个基隆坡 透过了安利事业 我是一个健身的体硕的教练 我在安利事业 我是专注于营养 最有热忱的就是Nutrilite 在我还没有发展安利之前 我是一个云吞面的小贩 我每一天早晨 就是凌晨五点起床 因为我的工作时间是超过18个小时 我自己的身心灵 根本没有一种自由 像这种生活 我已经维持了超过了十年 在安利事业里面 我可以做我任何喜欢的时候 做我喜欢的东西 我特别爱健身 我的时间通常 我都会放在健身室里面 因为当我在健身的时候 我可以让我自己减低我的压力 然后去把我自己 从内在到外在的改变 从思想到我的外观 还有一些肢体语言 可以让我自己更有信念 在安利事业里面 我觉得最得意良多的就是 我除了从我外在的改变以外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我内在的思想 这样我可以对着我的团队 或者是解决所有的问题 协助他们 让他们更快地完成 他们自己所设下的目标 我是一个喜欢 非常热爱在团队的一个运动的人 我从小就是一个篮球迷 我没有想到有一天 我既然可以透过安利这个平台 我可以去到美国 看我人生的其中一个 从小到大莫名以求的一个篮球比赛 我篮球里面的一个偶像 就是我们的球生 Michael Jordan 为什么他会让我有那么大的启发 就是他在开始打篮球的时候 并不是一个优秀的篮球员 但是因为他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去练习 甚至他愿意花更多的热忱 还有就是那个信念去每一天投篮 没有人不认识Michael Jordan Michael Jordan他曾经想讲过一句话 他讲我可以接受失败 但是我不能接受我没有尝试过 这句话就是在我做任何的事情的时候 一路在我脑海中会告诉我 或者是一路在鼓励我的一句话 我的终极目标就是 激励我团队在2019年 一定要完成这个独拜的一个旅行团 我本身是没有去过独拜的 我是非常期待去这个国家 我明年要在独拜那边 我要再跳多一次那个 skydiving 高空跳上 更重要的就是我可以在那个国家可以见到超过十个国家安利的领导人 做得很有成就的 这样在那边我可以跟他们交流 还有就是我可以在他们身上学到如何去带领自己的团队 在我安利事业里面 我的左右名就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办不到的事 只有你不想去办的事 我可以在那边